这所小学的篮球氛围很浓郁,一女孩未打球聚转学士区,爸爸租掉房子乐当随队摄影师。 摘要参加试运会的只是少数人更多的孩子在体育运动中成长通过体育下,目不点进学校高水平教练,提升了学校运动的水平,同时营造了浓厚的体育氛围。 10月6日在上海市第16届市运会篮球比赛清少年女子地组的一场比赛中加定队,以50比18战胜徐会队一小组两连胜的成绩,晋级一致四名争夺战加定队队队员没有身高的优势。 凭借灵活的穿插跑动,高校的投篮命重力在场上打得有声有色,相比其他区多是少体校队伍加定队小球员全部来自加定区安庭小学,这是加定区篮球项目的不点学校之一家。 定队队员绿一在进攻中,标签,上官,篮球,小学,分位,队员,比赛中加定队教练张朱平,大多数时间坐着观察队员表现。 对手教练则通过叫喊来指挥赛后张朱平,表示这场比赛双方实力有一定差,据他并没有太多要叮嘱队员的,歇下去的对手都很强,我可能也要多喊喊,毕竟队员们在场上可能出现站位,战术一时不清楚的情况。 从上届时运会拿到女篮地组第三名,到这次向冠军发起冲击,安庭小学,多年的篮球基层培训后继勃发。 2011年蒋明珠担任安庭小学校长,那年张朱平,作为不点项目教练来到安庭小学,蒋明珠笑着说, 我跟张教练很有缘分最书组队,并不顺利想要选20个孩子训练却只留下巴,个人最后不得不放宽条件个子小也没关系,只要喜欢体育好不容易凑了10个人,加定队教练张朱平,再给队员总结比赛,张朱平有自己的训练方法。 四年级前不练投篮不让孩子过早进行力量训练张朱平解释,由于篮夹较高,孩子肌肉力量不够,太小的时候,练投篮可能技术走行,所以四年级前更多的是训练球感。 此外,孩子过早进行器械力量训练,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甚至长高,所以主要进行一些核心力量和小肌肉群训练, 正是在张朱平的训练引导下。 孩子们对篮球的热情,被激发一名较高兴的队员从二年级的小点到如今已, 京城长维加定区镇川中学校队的议员蒋校长,告诉几着一件去世高兴的父母, 原本在市区买房后打算让女儿转学结果,女儿说学校没有球场打不了球影, 是不肯转学父母不得已把市区的房子出租房租,用来购置摄像机和照相机。